暑假期间花链涌入大量旅游人潮 但在市区内还是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管线工程正在进行开挖 导致交通大打劫车流回堵严重 也引发不少民怨 因此事工所决定暂停所有的道路挖掘工程 并行文给各单位 要他们在暑假结束后才能继续动工 暑假期间花链涌入大批游客 但市区内却还有许多工程还在进行 让车辆四处回堵的情况是相当严重 今天暑假花东地区的观光人潮大爆满 却刚好遇上公共工程师座 花链市公所表示 目前包括有中华电信、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管线 还有下水道工程都在进行 因此也影响到了市区内的交通顺畅 已经行文给各单位要求暂时停工 由于这次民众很踊跃的就是来我们花莲市旅游 那也恰巧碰上我们花莲市许多公共工程 因为它预定的骑程 就是挤在这个暑假期间密集了在花莲市施工 那造成说庞大的车草跟施工的那个围离 会有一些交通阻碍的现况那个现象 那花莲市政府在8月6号也有邀请我们花莲市公所跟相关的管线单位来一起研商 怎么改善这样的一个交通阻塞的状况 我们花莲市在8月7号也发函给我们道路 我们管辖范围内的管线单位跟他们通知说 在暑假8月31号结束前是不是能够暂缓 暂缓申请我们的道路挖掘 那已经申请核准的道路挖掘的案件 我们也请它暂缓施工 而在8月底之前暂缓施工的范围 主要是和平路以北 明里路以南 林森路以东 重庆路以西 除了暂停受理道路挖掘申请之外 包括已经核准的单位也禁止道路挖掘 如果违规施工将会依公路法第72条规定 储新台币15万以下罚还 记者徐立芹 花莲市报导